哈囉大家好我是維恩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貓髮老皮膚以及冠軍騎士的簡評 沒錯啦 那... 不知怎麼的官方好像自己把皮膚出的順序搞反了 那搞反了之後也不是說 那就兩個交換一下日期出吧 是趕在兩個禮拜後就直接出了 這操作有點怪啦 雖然說我有看到群組裡面 聽說有人去吹客服是吧 客服不會就這麼被吹一吹然後就 對 畢竟是VIP客服嘛 不會這麼吹一吹 就給我突然這兩個禮拜就被吹出來了 反正兩個禮拜就出了 我個人是覺得 不怎麼開心啦 我個人是覺得不怎麼開心 這個五百九很難花捏 這五百...這五百九很難花捏 買這賢者之實就不是我喜歡的消費模式喔 我就是個小小月卡檔 為什麼要逼我做這種事呢 是不是 反正他出了 為了拍影片 得賣 可憐呢 賢者之實 GET 貓法老皮膚 GET 對...沒錯 那兩個禮拜後的大月卡 何去何從 就比較麻煩了 好 我們貓法老皮膚 阿...HOLY SHIT 他原本...他原本知識長這樣嗎 他原本的... 他原本的律動是長這樣嗎 不是吧 不是吧 我待會去... 我待會去找之前的影片來看 他原本律動是長這樣嗎 不是吧 很扯喔 很糟糕喔 這樣不行喔 莉莉絲 不乖喔 好啦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貓法老這個皮膚阿 那貓法老這個皮膚呢 睡衣派對 簡單來講就是他有這個皮膚的時候呢 他的四季法老審判範圍內的友軍 會獲得10%的物理魔法減傷 物理魔法減傷 以前減傷一概全減 現在都要講清楚說明白減些什麼 物理魔方減傷換言之 就是DOT跟神聖他是不離的 對 DOT跟神聖他是不離的 那 法老審判就是這一招 每秒生命 就是自帶一個光圈 生命灼燒 痾 DOT 扣能 護盾治療 這招 對沒錯 那一段時間內判定一次這樣的一個招式 那簡單來講 貓法老這隻角色 當初我就說了 這個角色 B星 要有作為實在太困難 畢竟印記都打不出來 那最大的功效都打不出來 那高星之後 雖然說陸服感覺平價 平價也沒有說到特別好 但是在他們的傳奇經濟獎榜單中 貓法老已經出現了好幾期 他也是後排常客了 對 那實際上伺服器裡面使用的狀況如何 不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也沒辦法登入陸服了是不是 對 所以變成說 實際狀況是如何我們不清楚 但是根據他們給出來的榜單 給出來的那個什麼 隊伍推薦 貓法老依舊是算他們比較高人氣的一隻後排輔助 不是最頂 但是如果你需要用到五對七對 你就會選擇貓法老 那既然會用到貓法老 那就用到這個皮膚 那這個皮呢有一個優勢是 他的這個睡衣派對 他是用加的不是用成的 用加的不是用成的 所以10% 10%的減傷還蠻可觀的 那最簡單最直觀的 當初前陣子有一隻 也不是前陣子 最近陸續陸續續好幾隻很坦的後排 很坦的後排有沒有 這個聖域守護 這邊降31.8% 然後翻倍之後是62% 那如果他成功翻倍了 再搭上貓法老的皮 可以來到70%的減傷 可以來到70%減傷 而不是說60幾%乘以1.1 變成說快70%而已 是直接加10 對 所以這10%的物理魔法減傷 還是蠻強的 那貓法老就剛剛就講了 高薪來講 出場率不算差 所以這個皮 變得問題 問題比較不是這個皮好不好 而是你有沒有高薪的貓法老 如果你沒有高薪的貓法老 那買這個皮 好像也幹不了什麼事 畢竟低薪的貓法老 效果就是很差 就是只有一半的效果 那那種後排 軟皮到不行的狀況 被回到一下也差不多是去了 比較沒有說買了個皮 會有什麼太大質變的效果 那但是各位也知道的 現在後排 後排有減傷的人 越來越多了 後排有減傷的人 越來越多了 先一個神佑小路 後面再一個 生育遊俠 所以 他的這10%減傷 後面感覺效果 會越來越 會越來越好用 那另外有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小問題 要提到就是 他這一招的計程範圍 是水法老審判的 那法老審判的作用範圍 了不起就到中排而已 了不起就到中排 中排靠前甚至也吃不到 所以 他要使用貓法老 這個你想要吃到這個皮的減傷 兩種想法 第一就是你需要保的人 靠後就好 那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你整隊壓縮你的隊型 你整隊壓縮你的隊型 那一般來講 通常還是會用前者 通常還是會用前者 就是 需要保的人壓縮隊型就好 前排該站出去的還是站出去 那另外一種 比較陰錯陽差的狀況就是 對沒有魔導師的話 對沒有魔導師 你們全家捲在一起 那好像就沒有 站前站後的問題 對 那毛髮老皮膚大致上是這樣的 不是取決於這個皮膚好不好用 而是取決於 你有沒有高薪的貓法老 那其實也蠻好笑的 兩個攻略 陸服現在比較知名的兩個攻略組 給出來的評價差不多 只是最後的評語不一樣 只言 聽這名字我們默認她是女生 聽這名字我們默認她是女生 那他就說 可能未來會帶來質變吧 就大家就看看吧 對 那沉默 我們默認是男生啦 他就說 如果你看上她的顏值 買個大 買個大月卡 或是石頭 也不虧啦 果然男生跟女生注意的點就是不一樣 好啦沉默前面也有 沉默前面也有講啦 就是這個減商 未來或許可能會有連動作用的可能性啦 不過他最後的那一句是 如果你看上了顏值 真不愧是 真不愧是男生啦 大家都懂在想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講 冠軍騎士 中間 出了一點小事 導致冠軍騎士 延後了一點 延後了一點 所以說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冠軍騎士 那冠軍騎士從 裝備可以看到就是 呃 就很簡單的講 他少了 他沒有藍腰沒有紅甲 那 三圍雙爆吸血 就少了一部分 那但是整體血量 跟雙抗的部分是 欸 我記得他整體血量跟雙抗好像沒有更多呢 是不是滿的 滿的腰帶是不是更多啊 等一下喔 我那一天 喔沒有滿的腰帶還是比較少吧 看一下啦 我記得我那天看完 喔對 滿的腰帶還是比較少 反正就稍微損失了一點雙抗跟 損失了一些血量 欸不對啦 雙抗多拿了血量多拿了 我在講什麼 拿了更多的雙抗 拿了更多的血量 但是就損失了三圍 損失了暴擊 損失了吸血 喔對 那 跟他本身技能組來講 多了雙抗跟 血量 會更好沒錯 會更好 那但是損失吸血這一部分 見仁見智啦 見仁見智啦 那對 那接著 屬性部分 呃 屬性部分那個坑爹的基礎為0 呃 雖然說他是這個 力量角 基礎為0 好像不是什麼新聞的 但是 在他這個技能組的狀況下 他這個基礎為0 就又更坑爹了 而且 唯一沒加強到那一件是吊墜 對 頗難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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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命中這個東西 可以拿神域去補啦 真的要是太多miss的話 神域多湊幾顆 審判 那命中勉強啦 還是救得起來啦 畢竟 畢竟還是有個吊墜在的 還好還有吊墜在啦 還好還有吊墜在啦 對 但是就是 了不起拉到100出頭的命中 隨便一件籃甲 隨便穿著一件籃甲 你都不太好打中啦 是這樣啦 對 那接著 我們來看他的技能 那 首先 我們先講他的 最不重要的 聖槍三世 這個三連戳這一招 這招 這招是最不重要的 對 那簡單來講就是一個 戳三下 戳三下 那會讓敵人被擊退 那最後一下呢 會使人暈眩3秒 那 每次攻擊都會附加 基於冠軍騎士血量最大值的 額外物理傷害 齁 所以剛剛講了 為什麼多拿血量會更好 因為他這一招呢 你只要戳中了 就會再額外加你的血量 呃 這個多少 7 5 7 6 我們算 就6分之1的血量啦 就再加6分之1冠軍騎士血量的傷害 那 根據陸符 根據陸符那邊的 數據顯示 冠軍騎士 滿裝 硬拉血量的情況下 競技場1.4倍加成後 他的血量是可以過百萬的 齁 他的血量是可以過百萬的 所以我們可以就當做 他這個 這個16點多趴啊 就等於是硬生生 齁 硬生生的 加了16萬的傷害 齁 加了16萬的傷害 每1槍啊 他可以戳3槍 啊 對 所以 只要打得中 齁 我們 我們連聖槍三四本身基礎傷害都不用看 高星的冠軍騎士 聖槍三四 只要能戳中 這附加傷害 就來到了 將近50萬 就來到了50萬 這數字 著實是有點鬼扯了啦 這數字 著實是有點鬼扯啊 對 光附加傷害的部分啊 五星硬撐血量啊 五星硬撐血量之後 可以來到這個狀況啦 對 那這就是他的聖槍三四 那接著來看他的 大絕聖槍制裁 那關軍心事解放聖槍使自己免疫大部分控制 那且無法被選為目標一段時間後 將最近距離的敵人挑起 那進行連續刺擊 那最後將敵人砸地 與周圍小範圍的敵人一同暈眩 該技能傷害無視護盾起來必中 所以冠軍騎士 命中偏低 這點對他的大絕來講 無傷大雅 反正老子必中 還無視護盾 會怕的東西全美啦 會怕的東西全美啦 所以冠軍騎士的大絕 是他很大很大一部分的輸出來源 畢竟 那個免控給了嘛 無法被選中給了嘛 那必中 巫師護盾都給了嘛 那這一招你就把它理解成是 以前那招軍團指揮的大絕就好了 反正就把敵人戳起來 所以他最後還多了一個 把他人家插回地上的動作啦 真不愧是我們長山趙子龍 對 那還有一個小範圍的AOE啦 那他這兩個 這兩個暈眩 這兩個暈眩 都是不吃檢控的 尤其是他的大絕 尤其他的大絕 秒數長達10秒 還不吃檢控 頗為離譜 我只能說頗為離譜 這個人怎麼可以拿10秒暈眩 然後是不能免控的 不能被檢控啦 這個10秒一般來講啦 控制時間超過5秒 甚至講過分點超過3秒的 控制基本上都是可以檢控的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他這個大招就特別的 10秒 暈眩不吃檢控 對 對 所以 理論上啦 這招必中啦 理論上這招必中 對 那 有一個小問題啦 理論上這招必中 為什麼會講理論上呢 因為 DOTA有離場技能 DOTA有無法被選中技能 還有必定閃避技能 那這招呢 很顯然這三個 這三個狀況下 這一招就會戳了個疾磨了 對 所以如果他戳埃及奧呢 對 很大概率會是埃及奧直接 往後一個退 翻了身 戳都戳不到 對 他這個必中 就只是單純面板命中 不會中而已 單純就是面板命中閃不掉啦 那我剛剛講的 包括離場啊 包括 無法指定啊 包括那個 避閃的招式啊 都是可以逼掉他這個大絕的 對 那這個也是大部分 大部分 避重技能的通病了啦 也不用特別去強調這個啦 那只是 還是要講一下啦 對 那接著來看他的 比較重要的那兩招 先看聖槍七世 那 他每隔一段時間呢 第一下攻擊必定爆擊 那 同時他每次攻擊都會獲得 攻速跟生命偷取加成 那 該加成會持續整場戰鬥 那 簡單來講啊 聖槍七世 呃 這個疊加 根據陸服測試 大概是在 10層 10到15層 所以 你可以當作他直接加了 將近200%的攻速 加了將近200%的攻速 跟 加了 也是快200%的吸血效果啦 他這邊吸血是直接趴 不是 不是那個 吸血等級的喔 那他只是 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他有 冷卻時間啦 他有那個 冷卻時間啦 就是 這個 冷卻時間是指爆擊啦 不然 冠軍騎士的傷害 是會真的很鬼扯啦 那 那個攻速跟 生命吸血效果 是他的 所有 所有傷害 只要打中了 只要打中了 就會 加上去了 對 就會附加那個buff上去了 那 這一招呢 對他的輸出來講 幫助不大 幫助不大 為什麼 因為 聖槍三四戳三槍 聖槍聖才 他的大絕 好像戳個八槍還九槍來著 那爆擊呢 不會是整個技能 不會是三槍全爆 八槍全爆 而是 他觸犯的那一瞬間的那一段 會爆而已 這是比較 稍微令人難過一點啦 稍微比較令人難過一點 多段技能 結果只有一段會爆 他一定是難過 不過 簡單來講 這隻角色 光這樣 傷害其實已經 理論傷害已經很夠了 理論傷害已經很夠了 那最大的價值呢 是在於那個高攻速跟生命吸取 他沒有紅甲 就是因為他有這一招 那但是這一招 也會變成說 是他一個痛點 這個後面可以解釋 那 簡單來講 冠軍騎士喔 兩招被動 一招主動一招大絕 所以他聖槍三世放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他普攻 普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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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普攻 對 這角色除了聖槍三世跟大絕以外 就一直在那普攻了 對 那一直在那普攻 啊傷害 怎麼搞得起來啊 那我們要來看他 剩下那個 被動冠軍之陣 那他獲得了神奇的講話 當他受到魔法與物理傷害時呢 傷害不會超過當前 生命的10%且獲得治療 並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內 自身所有攻擊都會附帶 自己力量加成魔法傷害 那減傷效果在冠軍騎士生命過低時不生效 簡單來講 當你的血量掉到9.98的 9.99的那一瞬間 這個東西就會失效了 那其實也很合理 刀塔傷害計算都是 應該說絕大部分遊戲計算啊 那種被擊中回血 會先算擊中的傷害 再去算回血 當你的血量被擊中之後 歸零了 那後面的回血 我們當然就不計算了 所以 在沒有自保的狀況下 你的血量低於10% 這個技能就等於 這個鎖血就等於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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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晨曦的那個 有一點點小差距啦 有一點點小 應該不是算差距 有一點不一樣啦 晨曦那個就只是 只要是 能量還有 能量還有 盾還有 就 鎖得住 那這個是 你只要低於10%了 就鎖不住了 對 沒錯 那 主要重點還是後半段啦 他 會加自己力量加成魔法傷害啊 那 基本上啦 基本上 根據他的站位啦 比較 這個魔法傷害附加 不會有 應該是不會有斷掉的時候啦 前排 很難不挨打超過10秒啦 很難不挨打超過10秒啦 所以說 這個可以算是一個常駐的狀況 那但是 這個技能 也還是有一個 很明顯的痛點喔 這時候拿去跟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皮膚一對比 你可以發現痛點在哪了 首先剛剛貓法佬 他的那個皮 10%減傷 那 冠軍之陣 他這個是10%鎖血 那假設今天 我們 都剩最後10%血 對方來了一個10%的傷害的時候 這時候 被貓法佬的光圈 框著的人 會活著 冠軍騎士 就死了 為什麼 因為 貓法佬那個是讓10%傷害 變成 讓10的傷害變成9 那 你自然還有血量活下來 但是 冠軍騎士這個就是 我先挨了10的傷害 然後我要回血了等等 你剛挨傷害你血歸零了 回血沒了 所以這個跟10%減傷 還是有一定意義上的差距 約等於 約等於 約等於10%減傷 還是有一定意義上的差距 對 那 所以說 其實冠軍騎士 只要再不對到痘特 不對到神聖傷害的情況下 算是近乎無敵了 啊 為什麼會說近乎無敵呢 剛剛我們聖槍騎士 可以給他近乎兩倍的攻速 跟兩倍傷害兩倍的吸血 那 那這傢伙 攻速快 那有絕大部分時間 普攻的情況下 他這邊血了 他會5.5%生命值最大治療 所以說 他是 索 他的索血啊 他的索血是索當前10% 但是回血是回5.5最大 5.5最大 所以簡單 粗略的算一下 當血量低於50%的時候 冠軍騎士每次被擊中的 就是他索的10% 他回的5.5%血 甚至會把比他索的10%血 還來得多 所以冠軍騎士半血之後 他的血會被越打越多喔 他的血是會被越打越多的喔 那你說 那前面 那50% 高於50%之後咧 他會普攻 他會吸血啊 被打了 缺的那一點點血 我這一戳下去 還吸不起來嗎 對不對 還吸不起來嗎 兩 傷害兩倍的吸血呢 200%的吸血呢 不是200等喔 200等的吸血只有0.5喔 我們這是兩倍喔 跟0.5差很多喔 所以冠軍騎士 理論上啦 對上魔法 物理傷害 不管多麼的痛 在他面前 基本上是無敵啦 基本上是無敵 對 光這兩招賴皮招式就夠了 那輸出的部分 聖槍聖采 這麼穩定的招式 那聖槍三世 這個 這個 超鬼扯的理論傷害 這個超鬼扯的理論傷害 造就了 為什麼 54成的聖域 這個很多 人會卡爛的天空塔 卻能用一隻 惡心高配 的聖槍騎士 再搭配一些零組件 就可以通關了 為什麼 那因為 講句難聽話 講句難聽話 那隻聖域就是個木裝啊 那隻聖域就是個木裝啊 那在外加聖槍聖采 聖槍三世 這兩招都有在 控制時間的情況下 都不能檢控的控制喔 所以那隻聖域 就是個木裝給你打啊 那就是個木裝給你打 聖域本身 命中是力量系 他的閃避 他是力量系的 本身就很低落了 所以 對冠軍騎士來講 沒有什麼打不中的問題啊 打敏捷系打自立系 可能有點問題啊 那打你這個力量系的 還不是槍槍中 還不是槍槍中 對 所以造就了 聖 冠軍騎士可以很好的 去打這根木裝 可以很好去打這根木裝 雖然還是需要 一些小掛件的幫忙 但是你可以多花點錢 去拉一下心速 或者是說 對啦 多花點錢去拉一下心速 或者是那個掛件 掛件 那幾隻掛件腳 你那個把它帶的完整一點 那幾隻零件腳 把它帶的完整一點 那要過五十四隻二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難關啦 是這樣的 對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智寶 來看他智寶的部分 那他的智寶呢 我們就簡單的打一下啦 那 我們這邊在實驗的時候 我們盡量避開說 有痘特的 有神傷的 那 我們 欸 繁星那一個 鐵洞 是痘特欸 好了 那個應該是打不死啦 這幾個人應該沒有痘特傷害吧 因為冠軍騎士出來之後 以前那些什麼 我的傷害附加一點點流血效果 以前都會 什麼流血效果 沒屁用 現在都會 流血效果 可以拿他來搞冠軍騎士的 對 所以 以前那些有流血效果的 都會當做是垃圾 現在突然就變薄了 我不確定這幾隻有沒有流血效果啦 那就先上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冠軍騎士 待會可以很簡單的看到他 就是會越打越快 看我們這邊的冠軍騎就好了 可以看到是在越打越快的情況 可以看到他動作很明顯的 越加越快 然後就一直 就開始心爆起來了 整個人就突然心爆起來了 對 然後可以看到 看到對面的冠軍騎士 被我們控的不要不要的 直接整個人開始心爆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說他大絕就是這樣 開筒 因為這邊人口是有點重多 所以不太確定哪一個傷害是誰打出來的 但是我只能跟你說 待會看那個傷害比例表的時候 就算冠軍只開了剛剛那一次打 傷害還是會挺可觀的 那我比較有疑問的一點是 這個至寶的冠軍是不是沒有被動 這個至寶的冠軍好像是沒有被動啦 不然這個陣容打冠軍騎士應該是打不死啦 所以我是嚴重懷疑這個至寶的冠軍沒有被動啊 對是這樣的 那我可以看到的是 哇 哇 記不記得我跟我說什麼 打木裝冠軍騎士 信手拈來 隨便打隨便中 專打力量系 專打力量系木裝 隨便打隨便中 對 那就是這麼個恐怖的模樣 一個人單獨就戳了一千兩百多萬的傷害 那雖然說其他幾隻角色 比較偏向是大絕系的啦 那個晨曦整場沒開大讓他 那聖玉也整場沒開大讓他 但是其實聖玉的小技能傷害就蠻 蠻可觀的囉 雖然說 雖然說他的技能是要AOE打起來那個傷害還會更可觀啦 那另外一隻必爆的法系 每段時間會必爆的法系 傷害也只有三百塊四百而已喔 有個人就自己戳了一千二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戳木裝的時候 冠軍騎士理論傷害值是真的相當驚人 甚至可以收到離譜的地步了喔 對 沒錯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智寶給他帶來了什麼 帶來了力量 血量跟穿透物理護甲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這個穿透物理護甲啦 這個穿透物理護甲如果給的是命中或者是他本身缺乏的洗血 那會是更好啦 沒錯啦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智寶技能給了些什麼 那冠軍之陣效果增強為傷害不超過英雄當前生命值的8% 簡單來講鎖血從10%變成8% 那我們剛剛講他血量可以來到百萬的情況下 那等於說可以多鎖2萬點傷害 一個普攻耶 當前角色一個普攻的傷害 算蠻驚人的了 算蠻驚人的了 對 那就像我說的 不激回血的情況下 不激回血的情況下 原本要咒 咒10次就可以咒10 要變成咒13次才咒的10 對沒錯 差距在這兒啦 所以有了這一招 首先你的血量提升了 你那個冠軍三四那個附加傷害又更愧扯了 聖槍三四還是冠軍三四 聖槍三四 聖槍三四傷害又更愧扯了 那你多鎖的血又更多了 他的坦力又更十足了 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第一星冠軍騎士 你除了拿來戳那些木裝以外 你有想要拿去別的地方使用的 那建議你了 最好要到三星讓他的鎖血更多更好 對 畢竟我們知道鎖血更多 不一定會有太大的幫助 為什麼 陳希不就示範給你看了 每下傷害多鎖五千滴血 有差嗎 對不對 還不是一樣被打好完的 那個不太一樣 那個能量被打空了就跟沒有一樣 那個好像不能這樣比 對啊那個能量被打空了就跟沒有一樣 好像不能這樣比 那看來接著看他四星 聖槍騎士爆擊死灰 額外使敵人流失10%當前能量 就是他的那個必爆的那一下 只要爆擊了 那一下爆擊爆出去了 敵人會損失10%當前能量 不錯啦 扣能 扣能這東西一直都是不錯的屬性 但是相較於他的 相較於他的三星至寶 跟待會的五星至寶 這個真的是小兒科了啦 那10%當前就是看對面 能量多能量少扣的數值不太一樣 那 還是給予肯定啦 算是蠻不錯的啦 每10秒 每8到10秒就扣一次 對方最前排10%的能量 還行不錯 那接著 他的五星至寶 聖槍聖才呢 攻擊會觸發其餘技能的附加效果 蛤 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講呢 冠軍之陣 這個魔法傷害本來就會附加了 聖槍騎士這個必爆本來就會附加了 本來就有機會附加在聖槍聖才上面了 所以這一招其實唯一要附加的就是 聖槍三世後面這一段 就是聖槍三世最後面這一段 每次攻擊都會附加基於冠軍騎士 血量最大值的額外 物理傷害 那大家記不記得 我剛剛說聖槍 他的大絕 戳幾段呢 8段 那請問我們簡單算一下數學 8乘16是多少 8乘16是多少 8-6-48 8-18 120幾% 要130%啦 那我們剛剛說了 五星冠軍騎士硬撐血量 他的血量可以來到多少呢 100多萬 100多萬 那請問冠軍騎士的大絕是個什麼樣的技能呢 必中無視護盾 Holy shit Holy shit 所以意思是這一招的理論輸出值 這招的理論輸出值 可以來到百萬的 這招的理論輸出值 是可以來到百萬的喔 很誇張喔 你能唯一對他做的 只有拿起那個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太大 沒有什麼太大作用的護甲 或者是 拿起你的減傷來扛 否則這一槍做下去 就是扎扎實實的100萬喔 那現在有角色的血量超過100萬的嗎 有啦 他本人啦 但是戳他這個傷害我剛講的是130幾% 所以如果我們先無視護甲的情況下 無視護甲跟冠軍騎士本人的特異技能的特異功能情況下 他自己戳自己也戳得死耶 他自己戳自己也是戳得死的 封起來連自己都宰了 這是相當誇張的一個至寶啦 所以變成說我們說扣能不錯啦 這個不錯的至寶效果 在他的三星至寶跟五星至寶面前 哇相形見處啊 這個四星那個到底是什麼垃圾東西啊 對 所以冠軍騎士 要嘛三星要嘛五星 四星這東西呢 拜託你加點錢或少花點錢吧 對是這樣的 那接著我們來講塔羅牌的部分 那塔羅牌的部分呢 基本上唯一指定力量 唯一指定力量 力量可以加物攻 可以加護甲 可以加血量 那物攻會加他的傷害 護甲可以加他的生存 血量可以加生存再加傷害 對 對冠軍騎士來講尤其重要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好的 沒有什麼其他選擇了 就是力量唯一指定了啦 那寵物方面 寵物方面 冠軍騎士 也是往疊力量去就對了 你看你哪一隻的力量加成高 就選哪一隻 因為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 就是 力量就是他的輸出兼生存 那這時候就會有人說了 那請問 那個 垃圾傳統 最近的垃圾傳統 沒有殺肉 他有嗎 恭喜 問的就是有 這貨居然有殺肉 這貨居然有殺肉 什麼鬼東西 不是啊 力量是啊 你要平衡 你就好好平衡嘛 前面有幾隻給了殺肉 肯定會出事的角色 你沒給了 我們就給予高度肯定 那幾隻沒殺肉 那個沒殺肉 就已經咬死不活了 你還不給他殺肉 那不給也就算了 這邊這一隻 但是生存已經 扯到一個鬼 鬼扯地步了 你還給他殺肉是什麼意思 你還給他殺肉是什麼意思 雖然說 其實我記得 我看網路上評價 好像土路鎧甲的評價 好像更好點 那為什麼土路鎧甲評價更好點呢 首先加力量 加生命 加法抗 加傻幣 能量消耗還可以減10 能量消耗還可以減10 呃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冠軍騎士 他的 他的 他的開大時間 在 攻速疊起來之後 他的大決 開起來 是相當快的 所以這個10% 對他來講 幫助也很大喔 別人可能是 減個10% 我有機會開出第二次打 冠軍騎士 減10%的意義是 我可以更快開出第二次打 聽得出幾種差別嗎 一個是我不確定 我沒有第二次打 所以減個10% 讀讀看 另外一個是 我確定我開得出來啦 更快一點而已啦 喔 那所以 屠戮鎧 沙漏 都可以選 那剛剛忘記看了 這貨本身 有多少減控呢 標準前排60%減控 所以其實你說這沙漏 可不可以不要呢 當然是可以不要的 60%減控 你還缺什麼 你真的那麼缺減控啦 這邊還有個塔啦 你把屬性 你把屬性堆上去之後 任性了 好 任性了 反正我屬性都這麼高了 我都已經五星了 我選個塔怎麼了嗎 我還真的不能說怎麼了 你選 你愛選塔就選塔吧 反正五星那個屬性 基本上 沒有 沒有遇到他的罩門 也打不死他了啦 喔 也不太打得死他了啦 對 那所以說冠軍騎士 整體來講 喔 是一隻相當可怕的存在 喔 對 好 該吹的吹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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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來看 冠軍騎士喔 冠軍騎士 剛講了陸服有兩個 現在主要做攻略的 陳墨呢說的比較含蓄 說的比較委婉 他說冠軍騎士有幾個很明顯的敵人 有幾個很明顯的敵人 他是這麼說的 那紫妍呢 紫妍那邊的評論 不是他的評論 是他收集五星 五星那個冠軍騎士大佬的評價 有些人的評價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模一樣 神啊 屌啊 超模的存在啊 但是另外一派的評論是 這貨不就是新版鐵憨憨嗎 這貨不就是新版鐵憨憨嗎 這貨還能幹嘛 對喔 那為什麼評價會如此兩極喔 那紫妍剛在打智寶的時候 相信各位有觀察到了 其實 對面的冠軍其實是從頭被控到尾的啦 從頭被控到尾的 那直接打了個零傷出來 那各位要知道 現在 有那種強制反抗技能的角色 不能說 不能說多 但是有 有那種強制反抗的 我時間到了 我就是要放我的招 相當韌性的那種角色 現在有這種角色囉 所以現在被控 如果你是個T0的 你是個神一般的存在 你被控完全沒有反手能力 這當前是無法被原諒的喔 在當前這個狀況下 被控完全無法還手 這是無法被原諒的 如果你要說你是個神一般的存在的話 被控 他被控完全無法還手 再來很明顯兩個缺點是什麼 很明顯兩個缺點就是 一他怕神傷 二他怕禁療 為什麼他怕禁療 剛剛我也有講了 貓法老的10%減傷 是10打10的傷害 乘以0.9 他的是 我先被打10%的血掉 之後我回5.5%最大血量回去 這是他所謂的鎖血 他所謂的減傷 那這就是他跟陳希不一樣的地方 陳希就算被上了禁療 我還是我還是鎖血啊 但是 冠軍騎士 被上了禁療之後呢 被上了禁療之後他剩什麼 他只剩下他雙方的面板 沒了 那各位也知道 我之前 我們最近一直在講一直在講 就是雙方這東西作用已經不大了 都只是基本盤而已了 那雖然說 雖然這樣說 但是雙方疊得夠高 還是能有一定作用 更遑論 冠軍騎士拿了兩件 雙方特化裝 外加他也是個力量系 所以就算他被禁療了 他還是可以勉強用他的身板 去撐一段時間 但是那個冠軍騎士呢 就會跟 他本 本來該展現的模樣就差很多了 那 神傷 神傷呢 目前為止啊 我們神聖傷害呢 目前比較代表性的幾隻角色 玉劍仙 玉劍仙 但是他的神傷好像 他的神傷好像 不是那麼的足夠去殺掉 去宰了冠軍騎士 畢竟他這邊 他那個大絕 朱仙劍症 他的中心點額外神聖傷害 那他的五星自保的 額外神聖傷害是 根據敵我物理攻擊差 那冠軍騎士硬要疊物攻也是疊得起來的 所以這一段神聖傷害就會反而變得比較沒有了 那另外一個我們當前神傷的代表 人 去哪了 我說那個Black Lotus 你人去哪了 黑蓮 人 忘記了 他現在已經變成這副德性了 真的是傷眼睛耶 我還比較喜歡這個樣子 人精 人精就是他的物理技能 他的大絕 可以轉變成神傷 那目前比較可靠的神傷 大概就這兩位了 其實還有一個隱性 隱性大神傷 待會展示給你們看 那靜寮 當前的靜寮角 我原本想說 靜寮這屬性應該是蠻稀有的 應該是還好吧 之前說蠻稀有的 沒有 爛大街 爛大街 來我們看 畫面上這個 怪奇巫醫 當初陸服評價評的不怎麼樣 高星可能有用 現在陸服 標配人手一隻 為什麼 對策用 對策用 因為有太多 現在有太多回血角色出現在敵人那邊了 那個回血血來沒完沒了了 那靜寮裡面評價最好的 可對策用評價最好的 就是怪奇無異了 為什麼他的評價會最好 他的那個糟糕年義啊 欸 是這一個嗎 反正就是他那個灑在地板上 喔對 這個 糟糕年義 不曉得各位記不記得 他的糟糕年義 作用對象是地板 那作用對象是地板的意思是 這一招 不吃檢控的 你只要不離開那個地板 你就是會被我靜寮 靜到底 那他靜寮的時間呢 大概是5到8秒 確切是多久我不太確定 當然 但是大概是5到8秒 齁 對沒錯 所以這個是目前陸服人手一隻的對策交 齁 那接著 地金博士 我忘記是哪一招了 呃 我忘記是哪一招了 但是喔這招 奇怪年義 但是這個是噴到人身上 而且看他的持續時間 這肯定是能被 檢 檢控的啦齁 對沒錯 那接著 你說那個 那隻地金博士太冷門嘛 姜夢 姜夢無身所命 這招刺到人 也是有靜寮的 疾人無法回復生命啊 對 所以其實這樣看下來 欸最近 怎麼好像出了不少靜寮角色啊 那 另外一隻有靜寮 但是有點 有點賭的啦 有點看臉的 就是那個誰 那個 他老兄人去哪了 他老兄人 人呢 好 狂熱者 那那時候正好是 巫醫 地金 跟狂熱這三隻 差不多時間出的 這三隻都有靜寮 他的靜寮在哪裡 他的嗜血狂熱 每次普攻都有40%機率 對敵人附帶異常屬性 那血量越少 那個機率還會越高 對 所以 哇 靜寮角色其實不少 那我剛講這四隻 撇除 地金博士 真的是沒人要的貨色以外 五星狂熱 590玩家 大客 人手一隻 那這隻可能不怎麼可靠 撇除這隻 我們還有姜夢 姜夢 只要是大客 基本上人手一隻 這樣還不足以達到大家都有靜寮 那我剛就說了 目前靜寮 最好用對側角 地金博士 目前已經算是陸服的標配了 算是陸服人手一隻的標配了 對 那就是對側用的 因為有些人太會回血了 可以直接拿來對側用 欸 鑰匙會不會回血啊 那個會亂丟東西的 那個會亂丟東西的 還有一個你 忘記你會不會 嗯 他不會 可憐啊 不過他傷害還是很可觀啊 所以說當前靜寮角色好不好找 其實蠻好找的啦 其實蠻好找的啦 那講了那麼多 我們影片為證吧 沒有要打十 喔 喔 喔 嘖 嘖 嘖 我要 啊 我怎麼會這麼天才啊 我的媽呀 啊 救命 救命喔 救命喔 喔 唉 唉 好啦簡單來講 各位也看到了喔 如果有認得出來的 這是我分身啦 如果有認得出來的話 這是之前人家那一隻 不完的帳號給我 給我之後就無課的那一隻無課號啦 喔 那 為了實驗我也是抽了一隻二星的冠軍騎士 那我也打了幾場 做為佐證我實驗的結果 讚啦 時間結果被洗掉了 唉 剛才說要展示喔 頭好痛 我看之後能不能補啊 之後能不能補啦 那我們先 單純做 口頭講解 單純做口頭講解 這一場第一場 第一場呢 我是直接拿我畫面上這一隊防守隊 去懟我的分身的隊伍 當然 有一定上星數壓制的可能性 那我的分身我也是出了他當前最好的隊伍了 反正就是什麼 四星見好啊 冠軍騎士 然後 呃 那個誰 華散 三星華散 三星老頭 再加那個二星魔導 喔 組成是這樣 跟我畫面上這個對打 當然是有那個傷害壓制的嫌疑 那個星數壓制的嫌疑 但是第一場 的結果 是我們 把冠軍騎士 我們 完整的打贏了 敵方 那第二場呢 我把那個 第二場 這場 我把我的 魔導拿掉 我們這邊就 安心的 輸了 安心的輸了 說啊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距 呃 首先 我們先講輸的那場 輸的那場簡單來講就是 基本上我們這邊 沒有幾隻角色閃避 說太高到哪裡去 連蒼龍本人閃避也不是說 太高的啦 那冠軍騎士就大決挑起來 一槍一個 齁 真的是大決挑起來 一槍一個 就直接解決掉了 惡心冠軍騎士 齁 直接把我這一陣 我忘記我的魔導師那時候換誰了 反正就把我們這邊的人抓起來 一槍一個戳掉了 齁對 啊小路他戳了兩槍 小路他戳了兩輪啊 對小路他戳了兩輪 可見小路還真的是滿坦的吧 齁 對小路他戳了兩輪 其他人都是一槍一個直接戳掉了 那第一場贏是怎麼贏的呢 主要是我剛就講了 冠軍騎士 對上太密集的控制 毫無還手之力 蒼龍的打斷 魔導的黑洞 讓他在那邊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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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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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血量就是在那邊彈啊彈啊 完全不會掉 正當一籌莫展之際 我們的狂熱者 突然戳了戳他的拳頭 碰 一拳 冠軍騎士就沒了 然後我就 蛤 蛤 怎麼他一拳把冠軍騎士揍沒了 為什麼 為什麼啊 當下我也是很驚訝你知道嗎 當下我也是很驚訝 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二星滿庄啊 我這一隻的屬性一定比我分身好 我這隻屬性一定比我分身好 二星滿庄的冠軍騎士有將近30萬的血量 競技場1.5倍加成之後我們直接算40萬 我們直接算45萬 我們再進位直接算到50萬 全部取高 全部無條件進位進到最誇張去 為什麼 狂熱者 一拳 可以把50萬的 50萬血的冠軍騎士給收掉 啊 你不是說他第二場就一槍一個了嗎 他怎麼會第一場突然就一拳把他收死了 總的來說 那個 他的 他的絕境轟拳 五星至寶 他的血量越低 不是啊 那招是哪一招啊 那個 呃 喔 四星至寶啦 釋放絕境轟拳時呢 他會免疫部分控制 並造成額外真實傷害 喔 真傷 喔 剛剛忘記跟各位講了 神傷真傷 這一樣的東西啦 反正就是 真傷 那傷害數值呢 為本局對局中狂熱者損失血量總和的50% 所以我的狂熱者在內局中損失了100萬的血量 活了下來 之後 就一拳50萬的真傷 把他收了 齁 一拳就把他收了 對 那時候 啊 那這算是 狂熱者偏差吧 不是每一隻狂熱者都可以活到最後一拳把人家給收了吧 尤其你還打惡心的 那欺負小朋友嘛 對不對 嗯 確實啦 這不排 就是不排除欺負小朋友啦 但是 講難聽一點 講難聽一點啊 請問現在誰不出 請問現在誰不出魔導師的 那你單純 你單單遇上一隻魔導師加蒼龍 你就 毫無還手的可能性 還讓我的狂熱者被打了100萬之後 還你一拳50萬的真傷 那這冠軍騎士聽起來也不是多強的角色是吧 聽起來也不是多強的角色是吧 雖然說第二場我把那個魔導師拿掉之後 因為控制鏈接不上 所以他就在 他就在 之中找到了許多空檔 直接 一槍一個 把我整隊捅光了 但是 簡單來講啦 就是 你的控制鏈只要足夠的情況下 你的神傷夠大 直接把冠軍騎士收掉 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那 後來 後來呢 我改用切磋分享了一對 齁 我改用切磋的分享 我記得前兩 這前兩個就是 我測試冠軍騎士有沒有真的那麼強 簡單來講 這兩個就是冠軍騎士一打五 齁 我這邊的人全都是物理傷害跟魔法傷害 不放進了 不放神傷 冠軍騎士呢 一局 一局有被控到 火了整場 另外一個呢 一槍一個小朋友 把我整隊捅沒了 齁 所以二星冠軍騎士 就有如此可怕的能力喔 那接下來這兩場是什麼呢 接下來這兩場 這一場 是我只放了 我跟對方鏡像開 齁 我跟我的分身鏡像開 那冠軍騎士的位置 我換成了 我忘記我換成是誰 嗯 我忘記我換成是誰 呃 喔 反正反正就是 我跟對 我跟我的分身鏡像開 那我這邊 我多上了一隻角色而已 就多上一隻角色 就多上一隻角色 那上了那隻角色是誰呢 呃 反正實際組隊內容 實際組隊內容 就是基本上是鏡像開的隊伍 我們雙方隊伍只差了一隻啦 齁 那我這邊我也是有上冠軍騎士了 那我多上那隻角色是誰呢 欸沒錯 就是我剛剛說那個人手 一隻的怪奇無依啊 那我剛講了喔 冠軍騎士 他是有本錢 被打整場 就算整場都在挨打 都不能還手 只要沒有神傷跟禁療 他完全可以撐完整場不死 沒有問題 那但是 當有怪奇無依在 結果會變怎樣呢 第一場 欸恭喜 我們這邊陣容 我忘記對面有魔導師 我們這邊陣容被壓縮 然後空一空那隻冠軍騎士 大絕又有了 又一槍一個幫我們捅完了 好喔 好喔 所以第二場我把對面魔導師拿了 我自己這邊也沒魔導師了 好像就是 我自己分身那邊放了一隻冠軍騎士 我這邊放了冠軍騎士加 怪奇無依 那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那個兩個人戳的 戳的 戳的 那個 正開心的時候 突然他這個 他這一招 糟糕你已經丟到地上 對面的冠軍騎士 就站在原地被戳死了 就站在原地被戳死了 那這個實驗呢 可能不是那麽的 唉呦反正我就 喔 那個影片要是還在就好了 煩死了 好啦反正 簡單來講 冠軍騎士的罩門呢 就是神傷跟禁療 他只要被禁療之後 他只要被禁療之後 他的面板 他的面板呢 也 也就是8000甲 8000甲4000魔抗 那依當前的輸出來講 要打掉這個數字 不難 那這邊糟糕年役 又不能被檢控 持續時間用 有個5到8秒 那請問5到8秒內 要打掉100萬的血量 對當前的角色來講 有什麽困難的嗎 以當前的T0輸出來講 5到8秒 給你5到8秒 你要打掉100萬的血量 有什麽困難嗎 應該沒有吧 所以冠軍騎士 特別有問題的點 就在這裏 這也是為什麽人家 對他的那個 評價會這麽兩端的原因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我有研究了一下 對冠軍騎士呢 陸服有一套 就是陸服 基本上他擺一套防守隊 就是他推薦一套防守隊 他就會推薦一套進攻隊 那當然陸服 冠軍騎士 也在傳奇的推薦名單之列 五星那 那當然也有對付他的隊伍 當然也有對付他的隊伍 那對付他的隊伍 那個思考邏輯是什麽呢 思考邏輯就是 把他隊伍給宰了 把他隊伍給宰了 把他能量給控了 那 他們給的陣容啊 狂熱 劍豪 迷霧 劍震 跟 勝於遊俠 那這幾支個別的功用呢 狂熱 我們知道 絕大部分是送死的 但是我剛也有講 他絕對有一拳轟爛 冠軍騎士的本錢 再來 劍豪 劍豪就是我切去後面把你隊伍給宰了 因為 那個 傳奇是人數多的贏 所以我只要把隊伍砍光了 剩他這個光感司令 他也不能拿我怎樣 那 那 劍震 跟迷霧這兩個角色 基本上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控制住 他的能量 我只要讓你大絕初步來 你也拿我沒辦法 因為你的命中就是不夠 我只要你 你只要大絕初步來 你就是不能拿我怎樣 因為你的命中就是 就是那麼的 就是那麼的可笑 你的命中就是那樣的 那最後的 聖域遊俠 聖域遊俠 他的特性就是 他會專找血量最少的去打 那簡單來講就是 拘殺他的後排隊友啦 把他的後排一個 或是神奢收 一隻一隻射掉 那你沒隊友啦 我們傳奇 接著我把你控好 等贏啦 等著贏啦 對 所以變成說 冠軍騎士 這隻角色 強是強 但缺點也很明顯 面對神傷跟禁療 真的就是只剩下本身面板 就只剩下本身面板了 他連一點減傷都沒有 他本身自己連一點減傷都沒有 那 所以 他那個減 他那個鎖血啦 你要說比 比那個誰 比那個 呃 比陳希強嗎 是比陳希強 你說比陳希弱嗎 確實也是比陳希弱啦 那跟那些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趴的減傷角色比起來 你說他比他們強嗎 某旁邊講是比他們強啦 那比他們弱嗎 對啦 你只要有神傷跟禁療 基本上 他就是個只有雙方的角色而已啦 那這種東西誰打不死啊 這種東西誰打不死對吧 齁 所以其實 只能講啦 冠軍騎士 他的評價蠻兩級的 那評價蠻兩級的原因就是 他的缺點太明顯了 缺點太明顯了 所以導致說其實 他 他就是 冠軍騎士你能挑對手 那最好 如果變成對手挑你 那是會有點麻煩啦 那不過 比較奇妙的是啦 陸服的冠軍騎士還是多用於防守 防守層面啦 因為剛剛我們也講到了 現在有太多的輸出可以賴皮了 現在有太多輸出可以賴皮了 所以說那種被控了 就直接動彈不得的角色 誰要用啊 那種被控的動彈不得的角色 誰用啊 對不對 我們有這麼多可以賴皮的角色 為什麼要用你這隻乖乖牌呢 請問 所以 冠軍騎士目前在陸服的 單看他們論壇啦 我先說 目前我們能接受陸服訊息 也只是他們論壇的 我也沒有帳號 除非有人可以提供我訊息 單看陸服論壇來講 冠軍騎士 在防守方的使用 多過於他的進攻端 因為他的進攻端 缺點實在太明顯了啦 那被控就直接毫無還手之力 就算他有90%解控 對是這樣的 那他放在防守端 他放在防守端也是需要一些 角色去幫助他 因為 呃 他在防守端陸服的運用 多放了幾隻充能角給他 所以簡單來講 還是 他 在防守端的輸出 還是很依賴他的大絕 畢竟 畢竟 他的命中就那樣了 就是 戳不太到智力角 根本戳不中敏尖角 能打的 能穩打的 就只有力量 這也是我剛前面一直在提的 冠軍騎士的理論傷害 跟戳一些木裝 絕對是一等一的厲害的 絕對是ok沒問題的 但是當敵人一靈活起來 有了閃避 有了 有了閃避 有了一些阿里布達的特殊功能之後 那他的傷害值就直接咻 直接向下降了 對 所以冠軍騎士戳木裝一流 但是真的投入戰場 那個傷害 就只剩下大絕了啦 那個傷害就只剩下大絕了 對 大概是這樣 那冠軍騎士會講這麼多 也是前幾天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 就不 我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人跟詞 跟那位觀眾一樣的觀點 對 所以 講得特別仔細一點 齁 那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觀點 ok啦 可以接受啦 但是齁 講一些實際的東西啦 做一些實際的東西出來給人家看 比較是真的啦 齁 那另外本來就是 我這個人本來就有點反指標了 齁 這個人本來就有點反指標了 什麼 什麼大聖啊 絕對可以針對 那個審判之類的這種藐視 幹過不少 我承認啦 但是 呃 接下來講得有點馬後炮啦 但是 當初我就講了 欸 紫胖就直接對標藍胖啊 那藍胖以前極限充分力氣 怎麼現在沒有用呢 這話我之前就說過了吧 是吧 那當時 當時陸服給藍胖的評價就是低到不行啊 我就 喔 好啦我們就跟著陸服走嘛 對不對 啊現在咧 藍胖還不是火的跟什麼一樣 那再講那一次 方磚跟盜賊姑娘 我那次有沒有說了 我偏好盜賊姑娘大於方磚 但那時候大家風向是什麼 方磚一級棒 換方磚就對了 什麼盜賊姑娘管他去死 嗯 那事實證明現在是什麼 套賊姑娘 大家標配三隻啊 有能力的人就是標配三隻啊 對不對 方磚那什麼鬼 沒有啦 方磚還是很有用啦 但是只是在盜賊姑娘的面前 那個三隻湊起來45%雙閃 真的是鬼扯啦 所以 有時候也不是說我這個人完全反指標啦 反指標還是有時候會幹啦 但是 我對於我的 我對於我的 看法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自信 想要說服我請拿出 足夠大量的樣本及數據啦 要跟我 要跟我變也可以啦 我的背後是整個陸服的研究數據啦 變得過我 你要先變得過他們啦 對 大致上是這樣 後面這段好像沒有必要 隨便啦 反正 反正正來講就是我走心了 對 我又走心了 就是這樣 好啦 以上就是這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就幫我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 如果有什麼意見我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朋友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